雪州今天再次面临断水现象 那这已经是这个10月份里头 雪州境内的第4次断水了 各种的原因包括绿水站的水源 还有河流受污染啦 或者是水管破裂等等 那至于今天这一次呢 又是跟水源污染有关的 有4个绿水站呢 被迫暂停运作 导致将近13000个地区 还有120万户的这个家庭用户呢 面临断水的情况 这让目前正在落实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雪州子民 他们是气得啊 纷纷涌上了雪州水工公司 ISLangor的官方面子书轰炸 更有民众要求 雪州水工公司的领导 还有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引旧辞职 而环境部长端一布拉辛 今天到场巡视之后就表示 他们相信啊 是有人故意选在今天半夜时分 把废料倒入河流 雪州又爆河水污染 环境部长端一布拉辛 今早连同雪州行政议员 雪莱贤前往蓝斗班 让绿水站巡视之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初步调查显示 荣记是这次气味污染的污染源 与九月污染事件相同 当时目前还在调查 真正的肇事原因 部长补充 由于受污染河流的臭玉值指数 下午已经逐渐降低至零 因此当局预料 受影响地区将会在24小时内 恢复水供